这段视频录制于青岛的一个小区楼道内 当时两名共享单车工作人员找到这辆车时 上面的定位锁已经被拆除 取而代之的是一把绿色钢丝锁 据工作人员讲 他们好不容易终于找来锁的主人 可是这名大妈非但不同意开锁 还索要自行车看管费 大妈辩解说 我是现爱心帮你们看车 随后又说 你还能报110吗 不就是个车子吗 还能怎么着我 直到工作人员掏出手机拍摄 告知其可能涉嫌非法占有 大妈才不情愿的开了锁 勿以恶小而为之